Halo 3部曲 大受歡迎的Halo 3部曲雖然已經完結了 不過就不代表Halo系列不會再出新的遊戲 反而失去原來的制爪 令遊戲有更多新的嘗試 今次Halo Reach就是在原有的影子當中賣出了一大步 相信如果你是遊戲的Fans 一定感受到當中的進化 玩家今次身邊有一班可靠的同伴 他們會從堂作出角色各樣的協助 以往大家覺得棘手的敵人 今次都可以跟隊友聯手應付 除此之外 角色可以選擇不同的特殊技能 可以分身、隱形、甚至背著噴射背包在天上飛 另外遊戲同時加入了新的武器和災具 為一眾的粉絲們增添了更多新玩意 要看到九月份最熱辣辣的Online Game 就一定是我上集介紹過的風式英雄傳Online 在遊戲開始的時候 玩家可以自由選擇自己喜歡的戰鬥鬥志 來決定未來的作戰風格 但是最初期的時候 玩家最多只可以召喚出四位的戰鬥 但是隨著日後的升級 就有機會可以召喚出第五位的戰鬥 去增強自己的陣容 而且還可以隨意轉變戰鬥的排陣 來應付不同的副本和首領戰的需要 另外還可以透過符文系統 來配搭自己喜歡的符文 就可以以最華麗和最強大的大絕招 來擊殺怪物 風式英雄傳Online封測 將會在九月二十二日中秋節當日結束 而遊戲預計將會在九月二十四日開始進行攻測 各位勇士們 還不快到遊戲新幹線的官網下載和申請遊戲帳號 還要記得去買本PC Game Wave雜誌 一邊看著詳盡的攻略 一邊跟朋友打怪物冒險 又到ITV大放鬆的時間 如果大家想免費得到 風式英雄傳Online的虛報 現在有機會 只要你用手機2Dude螢幕上的QR Code 或者去到這個網站 然後點擊風式英雄傳Online虛報索取 再輸入你的email和螢幕上的密碼 就可以得到虛報 而且是數量有限的 還不立即行動 Hello 大家好 各位TC Game Wave和ITV的觀眾 你們好 我是Fienna 如果想多留意我們的風式英雄傳Online的內容 記得鎖定TC Game Wave和ITV 每一邊見到我的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都是我們的手帶 等一下 尋為 mic